各位企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 武功证术九段的一盘名剧 这盘棋是1989年8月12日 第一届亚洲杯电视会计赛决赛 武功证术对阵小林爵的一具教练 亚洲杯电视会计赛 是当时新设立的一项围棋赛事 它的前身是中日电视会计赛 中日电视会计赛一共举办了五次 但随着韩国围棋的崛起 从1989年开始 改为亚洲杯电视会计赛 从CCTV杯NHK杯和KBS杯的优胜者当中 决出亚洲杯电视会计赛的得主 比赛的规则是黑鲜贴五目半 每方30秒一步棋 全局共有10次可超过30秒的机会 但每次均不得超过一分钟 此前的比赛当中 武功证术战胜了韩国的KBS冠军 金西中期段进入决赛 而小林爵则分别战胜了 我国的马小春和聂卫平两位高手 与武功会市决赛 接下来我们进入棋局 这黑的武功证术 还是拿出了自己拿手的三连星布局 白棋应以二连星 下一手白棋挂 黑棋跳 接下来白棋大飞拆毁 黑棋再挂的时候 为了防止黑棋变成四连星两翼张开的阵势 白棋选择了三剑高架 对此 武功九段并没有去选择点三三 他似乎对于三三有着天然的排斥 下一手棋 黑棋选择了双飞燕 白棋压出 黑棋搬 白棋再长的时候 黑棋依然没有选择点脚的定势 而是在此长出 双方在左下一代爆发了激战 白棋挡住 黑棋的飞 是武功九段招牌式的下法 也是他宇宙流作战的一个经典战术 接下来白棋再次贴出 黑棋顺势挺进中央 白棋再长 黑棋再长 下一手棋 白棋回到了脚上肩补棋 但局后的研究认为 此时白棋还是应该在右下挂脚 安定这三颗白子是当务之计 脚上即使被黑棋尖 白棋再防御 尽管局部会亏一点 但是这一代 白棋四颗子得到安定 对于黑棋的右下角 以及右边的阵势也有威胁 但实战当中 在快棋里面 小林爵担心 黑棋在中央的这三颗子 发挥作用 所以棋风稳健的他选择了补脚 而武功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下一手 直接逼住了三颗白子 白棋三颗子陷入苦战 接下来白棋拐头 这是双方极锁 接下来黑棋贴出 白棋顺势唬出这颗子 黑棋搬 补助这一代的缺陷 否则如果再被白棋搬过来 黑棋的骑行也非常的苦闷 下一手棋 白棋逃向中央 黑棋得力不饶人 搬了之后 强行连搬 利用自己右方的子力优势开始欺负白棋 接下来白棋长出 黑棋的这部班 局后认为也是没有必要的一手棋 但是在快棋当中 武功九段选择了再次先手定型 此时 黑棋其实简明的再次粘住 就可以 实战当中黑棋搬 白棋打 黑棋长 白棋提掉的时候 脚上的白棋已经变得非常厚实 而这一代黑棋依然是存在缺陷 接下来黑棋回到中央不断 白棋再次飞 补助自己的棋型弱点 防止黑棋点放 下一手棋 黑棋从上方打入 武功九段利用自己中央的后卫 挥师上方 开辟了新的战场 下一手棋 白棋再次逼住 但局后 日本棋手对于这手棋 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 白棋应该退一手小飞 这样对脚的保护作用要更强一些 而对于黑棋来讲 远一路或者近一路 区别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两颗白子并不强 这一代也无法对黑棋展开强攻 下一手棋 黑棋强硬的再次飞出 丝毫不畏惧白棋的冲断 如果白棋冲 武功九段准备了点的应对方式 白棋如果肩在此处 黑棋再挡住 这样形成战斗 小林爵并没有把握 因为武功九段的这个中复的战斗力 是极强 这是他宇宙流的精髓与核心 因此棋风稳健的小林爵九段 在实战当中再次选择了退让 下一手棋 他再次贴出 黑棋顺势长 接下来 白棋再贴 黑棋再长 下一手棋 白棋飞进脚 黑棋肩在三三 接下来 白棋再次飞 追求行其步调 微棋黑棋断点 期待黑棋再次不断 白棋顺势力下 这样 白棋这两手棋的交换 是便宜 但是 武功九段棋是 随意被别人占便宜的主 下一手棋 黑棋开始反击 接下来 黑棋直接点在了此处 这也是局后 日本棋手认为 白棋这一代棋行存在缺陷 这个大飞不如小飞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下一手棋 脾气再好的小林爵 此时也无法再继续忍耐 白棋直接冲断 黑棋冲 白棋断 接下来 黑棋按照预定计划 点了进来 这是双方攻防的一个极锁 而白棋 补一手 也是不得已的一招 如果白棋此时尖 黑棋这个尖完之后断 非常严厉 上方要打吃 而中央这一代 白棋三颗子的气也非常紧 所以实战当中 白棋再次补齐 黑棋肩出 双方再次形成转换 下一手白棋跳下 吃住两颗子 黑棋肩 白棋粘住 然后黑棋后尸压住 吃住这两颗白棋 黑棋在右上一代 实地大增 而白棋 在这一代虽然吃住了两颗子 但是脚步依然有余味 这一代 黑棋将来还有靠下 等等的手段 经此一战 武功九段 确立优势 下一手棋 白棋在左下顶出 这是当初白棋踢花之后 留下的后续手段 黑棋也不敢硬扛 下一手棋 黑棋退 白棋再冲 黑棋看清两颗子 继续再次退出 接下来 白棋选择了在左上 扎定手脚 这手棋是还手 此时左上 已不是最着急之处 局后研究 白棋此时应该在右边一带打入 无论如何 不能够让黑棋的右边成空 否则黑棋效率太高 支援当中 白棋的这一手还手 给了武功九段表演的机会 接下来 黑棋直接把空围到了五路 同时继续威胁白棋下方的这块棋 下一手棋 白棋继续在左边抢空 黑棋连回这颗子 也是一般分寸 接下来 白棋直接在右下角靠入 现在不将黑棋的右边破掉 白棋将无以争胜负 而对于白棋的这步靠 黑棋的下法也非常简明 武功九段再次展现了自己高超的进攻艺术 黑棋现在三三班 防止白棋进脚做活 白棋长出 黑棋再粘住 接下来白棋拆的时候 黑棋跳下 苏根同时固守自己的右上 白棋搬增加眼位 下一手棋 白棋不惜用各种俗手 尖了之后挖 在此作业 白棋挡住 黑棋就沾 现在白棋不能够轻易往中央去跑 因为这一代 白棋很难联络 一旦中央再被黑棋加后 白棋将难以处理 所以小林爵九段的策略 是分而置之 将两块棋分别做活 下一手棋 白棋在一路虎 右边的这块棋 暂时摆脱了进攻 不过 黑棋接下来在下方飞 武功九段想必 此时心情是非常愉快 又破坏了白棋的根据地 又增加了木数 攻守兼备的一步好棋 下一手棋 白棋再次肩 黑棋粘住 然后白棋靠 开始处理下方中央这块棋 黑棋搬住 白棋再靠 黑棋再搬 随着白棋在此靠 实际上黑棋这一段子力增加 对于右边的白棋也有影响 但现在小林爵顾不上这些 下一手棋 白棋冲 黑棋顺势打完之后打吃 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粘住 接下来 白棋再次长出 黑棋此时面临选择 五公九段在实际当中 曾经思考过 打在此处的下反 如果白棋粘住 那么黑棋再粘 这个段非常严厉 白棋以下再去不断的时候 黑棋一粘住 这样白棋这条大龙 非常危险 有死掉的可能 但是 他也有所担心 因为打的时候 白棋必然会吃在此处反击 接下来黑棋再去断的时候 那么 白棋再次打了之后 滚包 他担心这一代由于气景出问题 在30秒一步的快棋当中 他也无暇细算 但局后的研究 实际上这一代看起来 黑棋棋型比较薄 不过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如果这样下 五公九段将一举 确立胜势 但是 快棋不敢冒险 实际当中 已经得到优势 乃至胜势的 五公正术九段 选择了更为稳健的下方 在白棋长的时候 黑棋粘住 接下来 白棋长 护住眼位 而黑棋的这步爬 又是极其愉快的一手 这也是五公九段 在此粘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这块白棋的眼位 并不充足 黑棋爬的时候 白棋已经无暇在应 实战 白棋在中央拐出 增加眼位 而黑棋留下了 斑过的大棋之后 接下来 回到左边定型 白棋斑 黑棋 强硬的扭断 五公正术九段 对于中复后卫的运用 可谓是登峰造计 下一手棋 白棋打吃 黑棋立下 不过 小林爵也绝非善语之辈 此前能够连续战胜 马小川与念玉平 他也是 日本的中坚骑士 后来曾经夺得过 棋胜的头衔 下一手棋 黑棋打吃 白棋长出 黑棋再打 白棋再长 必然进城 接下来 黑棋粘住 影响全局的大战 终于在左边爆发了 下一手棋 白棋再次跳 这是手筋 有了这手棋 暂时 白棋控制住了 左边的三颗黑子 接下来我们看到 黑棋粘住 白棋也粘 有的棋 有的棋有可能会有疑问 那这个地方黑棋冲 不就跑出来了吗 白棋跑 黑棋再冲 白棋再长 但是接下来 有一个问题 这一代 黑棋要想 救回三颗子 必须要补一手 不过这个地方 被白棋拐过去之后 上方的四颗子 被白棋惊吞 这个对于黑棋来讲 无论如何 都不能接受 你继续压 也一样 白棋再长 以后拐过来的时候 还是非常严厉 甚至连这三颗黑子 都会受到牵连 这样的结果 武功九段 自然不敢冒险 所以时代当中 他的处理 也非常有艺术化 在这一代 暂时不好动手之后 接下来 黑棋挥尸上方 利用这一代 冲出的余位 在上方一代 搜刮白棋 白棋 尖 渡过 黑棋顺势一击 白棋只好二路打吃 接下来黑棋再打 白棋提 黑棋就站 现在武功九段 把选择权交给了白棋 白棋当然可以 吃住上方的三颗子 但是这样一来 由于这一代 黑棋以后的打吃是先手 这个冲出就成立了 这个地方的后保 发生了变化 所以时代当中 小林爵担心 左边煮熟的鸭子飞掉 下一手棋 他选择了后时的 吃住左边七颗子 而黑棋 则在上方打了之后 粘 把中央的三颗子吃住 这个白棋是逃不出来的 黑棋只要靠住就可以 这一代我们看到 刚好呢 是可以把白棋吃住 那么 实战 黑棋粘 白棋一路斑 因为白棋现在需要连回上方的这六颗白子 黑棋收器 白棋爬过 黑棋在提依然是先手 白棋只好委屈的立下 经此一战 双方再次进行转换 白棋在左边 实控大增 但是黑棋中央也输货巨大 更为关键的是 棋盘变小了 优势的武功证术 正在 安全运转 平稳的 将胜利 导向中距 下一手棋 黑棋再次飞 依旧是先手 白棋顶 黑棋强硬立下 由于中央黑棋变后 白棋长了一手 不得已 只好回来继续收器 黑棋挡住先手 白棋吃 接下来 黑棋抢到了下方班国 走完这手棋之后 武功九段拘后坦言 此时他确定 这盘棋已经赢了 第一季 亚洲被电视快期待的冠军 属于自己 接下来 不甘心的小林爵 继续寻找的机会 下一手再次跳出 破坏黑棋中复潜力 而黑棋 则继续对下方 白棋这块棋 进行搜寡 白棋抗 黑棋就挡住 白棋沾的时候 黑棋沾在此处 继续威胁白棋 这块棋的掩位 实战当中 白棋 补在中央火棋 希望能够对 这一代的控 以后有所影响 但是黑棋 下得也非常简明 接下来 黑棋沾住 威胁白棋在这一代 联络上的缺陷 但形势不力的白棋 已经不肯再跟着 黑棋去影 下一手 白棋直接搬 而五公九段 又绣了一把手巾 黑棋再次跳 白棋冲 黑棋冲 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打完之后 再次一尖 这个局部已经形成了一个接不归 因为很明显 白棋不能挡住 否则黑棋收器 老鼠偷油 白棋被吃掉了 而如果白棋打吃 那么黑棋打完之后一沾 这一代我们看到 这个棋呢 白棋已经不能再去就这几颗子 因为你脚上还没有第二只眼 白棋如果吃 那么黑棋打完之后 将来一打吃呢 这一代尾巴就掉了 那么实战当中 小林爵自然对此心知肚明 下一手棋 白棋先在脚上寻求掩位 黑棋先手打 白棋再来打吃 黑棋打 白棋提 接下来黑棋粘住 白棋在脚上提吃这颗子火棋 黑棋吃住尾巴 而当白棋从上方点过来的时候 五公九段的下一步棋 就非常有趣了 他开始劝降小林爵 白棋 黑棋直接将这几颗白子提掉 那实际上不提呢 这一代 白棋也逃不掉 但是有了这手棋之后 对于小林爵来讲是一个打击 下一手棋 白棋寻投探 在右上出动这几颗子 但五公九段对此算得非常清楚 下一手棋 黑棋一肩 右上白棋并没有什么手段 接下来白棋断 黑棋就挤住 杀棋 白棋气不够 如果在此挡呢 往黑棋搬住 这一袋 你挡我就沾 以后打吃完 只有两口气 显然无法与黑棋对杀 小林爵此时 已经萌生了认输的想法 断完之后 黑棋挤的时候 白棋 沾回这三颗子 而接下来 黑棋再次立完回到左上角小飞的时候 小林爵就投资了 正盘棋 武功九段充分发挥了自己七星后世擅长作战的棋风 利用自己在中央的后世四处出击 而每一次的出击都有丰硕的战果 最终 积小成多 完成了这盘棋的胜利 获得了第一届亚洲杯电视快期赛的冠军 这个阶段 可以说是武功正数九段的巅峰时期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在这个阶段 它是世界最强骑士 因为当时仅有的三项世界性比赛 硬士杯 富士通杯 亚洲杯电视快期赛 在富士通杯当中 武功正数前两届实现联霸 而在亚洲杯电视快期赛当中 他在前四的阶当中全部得冠 尽管他没有获得硬士杯的冠军 但他却是硬士杯 首届冠军 曹勋玄九段的苦手与克星 曹勋玄九段碰到武功正数 是连战连败 清灵的棋风难以发挥 他赢武功只赢过两盘 一盘是在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 第一届真路杯的 最后一轮决赛当中 而第二盘是在2010年的 元老赛当中 所以武功九段 这一时期风光无限 明居妙手 层出不穷 后面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